大家好 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時攻略 先和大家跟進一下大致走勢 恆生指數今早是低開385點 失手十天洩 早段曾經跌超過400點 低現21,728點 最新是做21,759點 跌371點 至於國企指數方面 今早是低開148點 最新跌140點 最新是做8989點 大致成交是286億 看看A股方面最新情況 三大股市都要向下的三大指數 負深300指數是跌3點 報3,185點 上證指數跌1點 報2,969點 至於深淨城指方面是跌14點 最新是做10,236點 這一節我們請來事務總監 郭Sir 跟大家討論 最新是日本方面的情況 郭Sir 你好 你好 見到日本政府剛剛公佈了 28萬億的刺激經濟方案 雖然公佈了這個方案 但也壓制不到日元的聲勢 市場都擔心日央行和政府可以用的工具都有限 導致日元曾經對美元升穿101的水平 另外 有些大行估計短期內會衝向90這個水平 如巴克萊 預計今季升到92 年底可能會升87 郭Sir 你對於日元的聲勢 你覺得可否持續到 真是很難說 日本經濟沒有話可說 一直通縮 這麼多年都仍然是通縮 這次28萬億的刺激經濟方案 其實效應有多大 大家都仍然拭目以待 不過有一點奇怪的就是 日元始終的走勢不跌就反升 可以有少許解讀的 因為一直以來日本經濟不好 其實大家已經知道了 加上有大量的銀紙 日元也是跌的 匯價也是跌的 所以早前可能有些部署追沽日元 就是沽定等你公佈 誰知公佈完之後 大家已經沽定了 就沒有新一輪的沽盤 早前沽了那些好像跌不下 都是回補了 你知道回市的交投是天文數字 一出現一個蓋倉潮的 一蓋回頭的 匯價就向上升 況且相對於美遠來說 暫時也沒有加息的勢頭 形成了此起就彼落 我想如果從基本面來看 就很難解釋日元為何會這麼強勢 因為始終經濟前景就快不明 況且仍然是大量印銀紙 紙水是貶值的 有甚麼可能還會升呢 不過看回美國的情況更加差 變成藍產和藍蘋果 兩個看誰比較難 會價其實有時候比較技術性 當它升穿某一個阻力位 或者重要關卡的時間 一些追估、一些蓋倉潮是會出來的 如果你說會不會升上90 大行的報告我們一向都拿來參考 看90當然有看法或分析 但問題就是 一算關卡 如果一旦攻破的時間 不排除在高台沽空那些 立即要蓋倉 因為會市投機性的買賣 和股市是完全不同的 例如好像股份來說 例如100萬 我買100萬股票 或者買200萬買300萬股票 如果買藍醜賣多些 但始終來說 都是有乘數規限 不會去得太盡 但會市不同 會市的炒賣可能是幾個%的按金 就已經可以炒一張合約 例如10萬元合約的 美金的一張買賣 你放下1萬元、2萬元 已經可以炒賣 其實那個百分比不外乎2、3% 承擔風險亦相對比較大 一旦過了某一個重要的指賺或止虧位的時間 通常追沽或追渣的情況一定會有 例如你輸了一個百分比之後 你是補媽賺 你不補的話就自必然斬 如果你高台沽空了日圓的話 現在這一分鐘 日圓升多一點的時間 你自必然就要補媽賺 不補?不補就要斬倉 斬倉就是入市補 入市買回頭 所以令到日圓價 其實來說 如果你從一個基本面去分析 你都不知道怎樣分析 是不是日本經濟好呢 現在這一分鐘 如果你說扔了28萬億 那個設計經濟方案出來 如果真的好的 當然大家想見得到 但如果都不是那麼理想的話 可能以後都不知道 應該再怎樣做 其實前景是不明的 所以就算日圓真的升破 對美元升破一算 再進一步向上行 我都當是技術上的走勢 都是技術上的走勢 升到共上那些回補買本 補完倉之後 又要看回基本面 基本面如果還是弱勢 始終日圓價仍然反覆下行 當然暫時的勢頭 是處於蓋倉的潮 因為一直以來 日本會扔多10萬億 20萬億 甚至30萬億 你這麼增發鈔票 紙水便要貶值 先沽定 就算不跌也不會升 這是市場的一般看法 所以大部分的淡倉 已經在上面做了 已經做了在這裏 到真的公佈出來了 28萬億 市場沒有反應 因為已經做完了 結果又好 蓋倉就蓋回來了 所以短期之內 升破一算絕對不出奇 但這只是技術上的走勢 是市場的一個炒作造成 不是基本面的 不過有時在會市都不可以看甚麼基本面 純粹是看資金流 現在環球的資金流 是以千億美金計算的 是天文數字 不斷印銀子 更加多的錢 將會在金融市場 尤其是會市那裏 興風作浪 小小一個消息 只要是利好或者利膽 都可以造成一個天然大浪 因為太多資金做好 甚至乎也有太多資金做膽 問題就是在那一刻 做好還是做膽 哪一個 那個贏面比較高 如果日元強制升穿100水平的話 你覺得日本央行會不會出來 再加碼涼寬的措施呢 加碼涼寬就不會了 不過我看他會有些干預 但問題就是 日本如果日元匯價太強的話 對他的出口會造成很大的打擊 每這麼多的政策出來 除了要刺激內需刺激的消費之外 其實日本也很依賴出口 如果日元匯價太高的話 不論他的電器、電視機 或者是雪櫃等等 甚至乎汽車等等 外銷都會受到影響 大家試想一下 當你買一部日本車 和日本車差不多價錢的時間 你買甚麼 你可能會買冰士的 但當然不知 日本車和冰士現在還有一個距離 但問題是 如果日元匯價不斷上升的話 對出口來說 是真的會造成一定的壓力 日本車那麼貴 你不要買其他地方 大家都會這樣想 所以我覺得 央行都會密切注視匯價 當升破一算或九幾的時間 我想會有些市場的干預 央行一定出來干預 在一出來干預的時間 可能又會沽回頭 總之一天還沒干預 一天蓋倉 到一天干預的時間 那些人就不蓋了 不蓋就反過來 看看日元價升了那麼多 有央行干預 會跌幾百點 一條氣又追溯下去 這些純粹都是市場投機產物所造成 你要說在一個基本面來看 老實說 很難看好它 但並不代表日元匯價 對美元是不會升的 是會升的 太多人造淡 太多沽空盤 就造就了後一個階段的蓋倉 簡單來說 要不再跌下去 你賺錢就離場 要不再升上去 你輸錢離場 你始終來說都是要離場的 好啊 跟大家跟進一下最新的日本方面的情況 看見日景平均指數 半天是收了市場 半天就收補在16,249點 昨天就是下跌141點 跌幅1% 曾經最多跌252點 低見16,138點 至於遊園方面 最新都是在101這個水平撇回 好 那跟郭Sir你做回一個申報 剛才說過相關的指數 有相關資產你有沒有持有的 是沒有的 好 多謝你這麼詳情的分析 時間都差不多了 我們先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還會有其他的直播環節